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作为晶圆代工行业的老大哥 制造晶片的精湛技术一直遥遥领先 虽然三星一直是台积电在晶片行业的对手 但是在7奈米、5奈米以及4奈米工艺中 台积电都全面拟压三星电子 而且由于三星在5奈米、4奈米以及3奈米GAA代工量品率过低 导致不少合作伙伴都导向台积电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高通和辉达 近日,台湾媒体称,市场传出台积电为应对成本上涨 计划在下半年调整晶圆代工报价 这也是在半导体寒冬之后 晶圆代工费用再次上涨 不过针对此消息 台积电并没有发表评论 在5奈米工艺时 采用三星5奈米工艺制程打造的骁龙888翻了车 即便给了第二次机会 在三星4奈米时候 骁龙8站1 再次翻车也让高通头疼不已 这迫使高通不得不将之后的订单 习数交给台积电 而由台积电4奈米代工的骁龙8plus站1 再效能功耗等各个方面 都远超三星5奈米4奈米工艺的骁龙888或骁龙8站1 这主要是因为三星的5奈米4奈米工艺 对比台积电的5奈米4奈米工艺 在电晶体密度 这块就相差了35%左右 这足以看出三星代工方面问题的严重 在可靠性方面 台积电还是有着非常大的技术优势 即使是在3奈米工艺上 三星宣布全球首先进入量产也无济于事 在此基础上 台积电的代工费用也屡创新高 3奈米12英寸晶圆 更是突破2万美元的高价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一块12英寸的晶圆面积 大约是70659平方毫米 而一块3奈米的晶片面积 大概是70平方毫米 在台积电量品率100% 且完全没有边角料浪费的前提下 也只能切割出1000颗晶片 更何况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 量品率达到90%就已经非常高了 这与传闻称 三星在3奈米工艺中的量品率 仅为20% 形成鲜明对比 那么假设台积电2万美元的代工费 可以切割出七八百颗晶片 每颗晶片的代工费费用也令人责舍 这还仅仅只是代工费 还没算后期研发 流片 封装等一系列费用 如此一来 3奈米工艺晶片的成本价 就让无数IC设计厂商望而却步 而即便生产出来 这部分成本 最后势必会转嫁到用户身上 回看台积电这么多年以来的代工费用 2004年90奈米晶片的代工费 仅为2000美元 2016年的10奈米 就已经飙升至6000美元 而7奈米时代 更是直接破万美元 5奈米就已经高达16000美元 若台积电 要是在此基础上继续涨价 难免会引起手机行业的价格震动 不过 业内人士在听到这一消息后 却表示 这一消息火为误传 因为台积电的策略 不会任意涨价 加上目前正值半导体库存调整关键期 台积电应会与客户共体时间 让客户先完成库存区化 以利于产业结构发展 去年中旬台积电和IC设计客户 研讨商议纪念价格时 已将通膨于海内外 扩产成本上涨等因素 纳入考虑 并于2023年初调涨各支呈报价 平均涨幅约3%起 并且在成本方面 供应链则认为 台积电在美国建厂属于专案投资 相关费用在台积电每年稳定现金流支 称下属于专款专用 若建厂成本上升 台积电更可能会转投管理供应链 向下砍价 而非对客户调整价格 不过即使如此 目前三奈米工艺制成的代工费 比起之前也已水涨船高 随着高阶智慧型手机价格一路飙升 后续手机涨价或也难以避免了 近日关于骁龙8-3的新规格讯息 已经不居于耳 但是现在关于骁龙8-4的消息 也已经开始流传 到2024年 高通的旗舰SOC应该是 第一个采用客制化Nuvian内核的 据称 由于采用台积电的N3E工艺批量生产 这款晶片不仅节能 而且传闻中的多线程数字 也显示出令人印象深刻的飞跃 效能比苹果的M2更快 随着苹果公司似乎获得了 台积电产品的大部分三奈米晶片供应 一名爆料人在他的推文中表示 骁龙8 Gen4将基于全球最先进的晶片制造商 台积电的N3E工艺 也就是其第二代三奈米节点 该版本预计将在第一次迭代中 提供更好的效能和能效数据 据消息人士称 证据似乎在多核数据中 与骁龙8 Gen3相比 骁龙8 Gen4据说不仅放弃了 由ARM的客制化的Orion内核的CPU设计 而且据说该重大改动 提供了高达40%的多核效能提升 在爆料者的推文中 其还指出在GIGBENCH 5的多线程基准测试中 骁龙8 Gen3可以达到6500分 但在同样的测试中 骁龙8 Gen4可以突破9000分的障碍 在这个过程中超过了MR 作为参考 MR在GIGBENCH 5中可以达到8800至9000分 根据其推文中列出的规格 高通将采用两个Nuvia Phoenix效能内核 和六个Nuvia Phoenix M效率内核 然而有业内人士认为 官方名称可能基于Orion 因为Nuvia是高通收购的开发客制化 CPU设计的公司名称 两代晶片组之间的单核得分差异只有15% 所以苹果的A18 Bionic 有可能在一次测试中毫不费力地击败它 尽管现在评论还为时过早 除了骁龙8 Gen4 据说高通还在开发一款12核CPU 具有8个效能和4个能效核心的SoC 称为骁龙8CX Gen4 然而与可能出现在手机上的骁龙8 Gen4不同 由于广泛的规格泄露 骁龙8CX Gen4可能会为小巧晶变的笔电提供动力 其中还谈到了NVMe外部GPU支援等 虽然这个最新的传言 让不少用户兴奋不已 但其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些数字 所以在观众们确认这些细节之前 请对它持保留态度 AMD同样为台积电先进制成的大客户 据VideoCard报道 AMD官方文件中出现了 Phoenix混合结构处理器的讯息 根据其文件显示 AMD混合结构处理器像英特尔一样 使用了效能和Performance Core核效率和Efficiency Core的术语 消息称 AMD混合结构处理器对应Phoenix二代行动 BPU采用台积电N4工艺 拥有两个效能和和四个效率核心 搭载4CURNDA3核显 15瓦至28瓦功耗 用于轻薄本货游戏掌机等产品 该系列处理器旗舰型号 预计为R77740U 比全大核的R77840U低以为 不过目前AMD方面暂未宣布 何时发布该系列大小核处理器 目前据业内的消息称 苹果 高通 联发科和英特尔 已经提前预定了台积电2023年和2024年的产能 即使是晶片行业日益萧条的眼下 台积电的晶片代工业务依然如火如荼 这就是核心关键先进制程技术领先带来的优势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